哈哈 傻眼 要露營的時候發現沒有在經營卡 很像殺了自己 今天的禮精搭檔 哈囉 我覺得我今天的紅包袋一定是琳麗的菜 因為你看 超可愛的 哇這西餅很好吃耶 台中地頭蛇 耶 我們今天的場布 是有浪花 今天幫大力做花 我很期待抽到逢花 那滿起來沒抽到的話 這邊還有很多花 反正我再幫你紮一次 就是要讓我今年假出去 那用橡皮筋綁因為沒有繩子 沒關係 大家好我是貼心 哈哈哈哈 今天呢來到台中要來參加大力的婚禮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跟大蠻大力都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來台中參加婚禮是一定要的 那今天就想說來簡單記錄一下零年的婚禮 然後拍拍我身邊好朋友大家的婚禮穿搭 那我的頻道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美妝保養 然後還有一些東京的吃吃喝喝 如果你有對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在講話 嗨 我今天的穿戴就是比較帥氣的 我選一個套裝 就是一個亞馬西裝外套 然後搭配一個柔軟的皮褲 然後有點春天的色調看起來就是比較柔和的感覺 然後再搭黑色單品就是包包跟靴子 看起來比較穩重一點 有什麼話想要祝福您的雙胞胎妹妹 就祝她跟愛迪就是百年好喝 勇慾愛喝 嗚 大家好我是琪琪 今天想說台中滿熱的就穿一個洋裝 然後外面就配個西裝外套 因為你不想要辣的時候就可以把它關起來 今天的穿搭重點還有一個就是我鞋子的珍珠掉了 一萬多塊的鞋子 一萬多塊的鞋子 第一次穿珍珠就沒有掉了 氣死我 Oh my god 然後這個珍珠還辣茶 真的辣茶 覺得很生氣 還有耳環 帶一點白色亮晶晶 然後髮枯 金色的 就這樣 早生貴死優 嗨我是陳愛玲 因為我是今天大力婚禮的場地佈置 因為我工作一定要穿長褲 然後球鞋是因為我摔斷腿 我的指頭斷掉 所以我只能穿球鞋 我不能穿高跟鞋 但是吃喜酒就還是想要有一點透膚的感覺 然後蕾絲 看起來也比較熟女一點 不要太隨便 外面的話就是一件 開心的照衫 希望她可以 幸幸福福的 然後 穿一個小寶寶來陪小隻玩吧 嗨大家好我是林玉婷 平常很沒有女人味 所以今天穿了一件比較氣質一點的 毛梗的碎花洋裝 很顯瘦 腿也很長 然後那個袖子很特別 這個袖子可以拆 就變短了 就在這 那我想說氣質一點 所以就讓它長一點 因為我是扁身的關係 所以我穿這個裙子其實它會有一點鬆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白色的腰帶 讓腰身稍微再合一點 搭配了一個白色包包跟白靴 就跟洋裝的顏色是比較一致的 希望林玉跟莊富洋先生 趕快早生貴子 希望他們兩個可以勇於愛和 開開心心的 看他們兩個這樣子在一起 我覺得很棒很不錯 下次就換我了 我是Gina 大家好 我今天的穿搭風格 就是一個比較悠閒一點 不要太過於正式 所以我就是搭配自己 平常會穿的一些元素 像是兩層的元素 然後它不是一個套裝 然後配色的話呢 是比較大立色系的配色 有什麼想對他說的 欠什麼錢還沒還你 欠了一段感情 南方欠了我男人一段 刻骨銘心的感情 我希望來勢可以還一下 我很開心喔 難過 我覺得要離開台中這種心理 沒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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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沒吃飯了 喔 吃不下 難過到吃不下 祝福你們 永浴愛和白頭鞋啦 狂喜喔 狂喜 嗨大家好 我是貼西 婚禮就是白色是最保險的一個配色 所以我今天穿的就是一個白色拼接的洋裝 袖子跟上面呢它是做這個透膚的 然後下面就是這種蕾絲 就它有點氣質但又有點性感 對 飾品的部分呢 我就帶了一個粉紅色的Junnel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小珍珠 我的包包跟外套還有鞋子 所以是紅色系都是咖啡色的 到婚禮的時候 如果想說有些地方 它們的冷氣可能會比較冷 所以就搭配了一個西裝外套 穿起來的時候呢 感覺好像很正式 然後一脫掉外套有沒有 就有一種 哇 哎喲 CC 漂亮喔 恭喜琳莉 終於成為台中媳婦了 然後呢 其實我真的很替琳莉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 跟你講一次 走開了 我要趕近時間不要煩我 我剛跟琳莉認識不久的時候 她就剛好跟愛迪在一起 我們大概認識了快七年的時間吧 真的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不是一個很喜歡 參加婚禮的人 但是呢 我覺得琳莉這一對是 少數讓我相信珍愛的 然後我發現哪裡 我要說 假的 你們都 你們那種都騙讚而已 騙讚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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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有這些朋友 所以他們在讓我重新的 再度相信愛情 再度相信自己 可能還是有機會可以 遇到真愛 然後就是祝福你們 勇於愛和白頭且老 找生櫃子 然後我們一定要大家一起幸福到 死掉的那一刻 死掉好ok 好美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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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頭 佩心 佩心快點 GO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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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個鏡頭 謝謝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大家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婚快樂 是 一天要 找生櫃子喔 好 好 妳現在終於就是 已經不忙了 對 換妳來講一下妳的穿搭 婚禮穿搭嗎 欸我覺得妳的婚禮穿搭其實我蠻意外的 怎樣 你以為會穿得更下趴 對 就是我想說妳都會 三套都會穿得很不一樣 或是妳可能會穿西裝之類 我本來真的最後一套西裝欸 而且是那種亮片全身西裝 然後下面是沒有 你知道 一個長的外套 然後下面是戴一個跟鞋 對 就想說妳會穿得比較中性 欸我還是能駕馭一些女人味的東西 對 我大概就是那一天才發現 那我還是有挑啦 因為就是如果你選那種蕾絲或珠鑽就會太女生 所以我第一套那個白紗就是全素 然後再配一個馬丁鞋 因為我沒有什麼能找可以留的地方 沒有腿 沒有腰 沒有腰 沒有奶 所以我就只能留那個說姑以上 因為那套就是全素的 所以它要有的比較顯眼的地方就是膨 超膨 我裡面還有群稱欸 它就這樣超膨 我就覺得這樣就好了 就是簡簡單單的這樣 所以妳當時踢正步那一招是誰教妳的 沒有 跟妳講各位新娘子 本來要穿那個sleeve就是要踢正步 因為妳不然會踩到嘛 可能要邊踢邊走 只是我那個 天然新郎會幫妳拉裙敗 然後自己一邊也要拉 拉太高了 所以整個大曝光 大家就看我那邊踢正步 第二套就是我進酒跟穩定 穩定通常都是紅色的嘛 就比較吉祥 加上因為妳要進酒 妳要落場到很久 所以盡量就是輕便一點的 所以那件是最輕便的 妳下面都穿高跟鞋嗎 我全部都馬丁欸 繞那個100桌 走高跟鞋就會斷掉欸 那其實根本看不到啊 原來是這樣子啊 對啊 如果第一套先太高 不然裡面也看不到 那你第三套欸 送客的 第三套我挑最久欸 我們去了兩三次吧 然後最後超久才選到那一套 那一套其實如果放在那裡 我真的也不會喜歡 因為是粉紅色配黑色 你知道我不喜歡粉紅色 可是每天要穿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很時髦 因為它上面是那個 是連體衣 然後外面是一個粉紅色的一個 有點像很透的紗裙 對 所以它其實看微微 看得到妳裡面是穿連體衣的 有有有有 那一套很時尚欸 對不對 應該 上衣很時髦欸 妳那三套裡我最喜歡妳那一套 然後配那個頭髮 我第一次參加婚禮看到有人穿這樣 手髮 對 那它很方便喔 因為它是 鞋大側開 所以它可以看到 別人可以看到裡面的腿跟馬丁 然後如果是長輩 你就把它收起來 那如果是朋友 你就把它打開然後露腿 請問這是 你剛剛踢正步 你剛剛踢正步 他剛剛踢正步 姐 祝我幸福 謝謝你們 好 好 好 很討厭 這很可憐 好 我們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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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